有關社福利機構高層的新金透明度 尤其是多謝社福利員工會 過去他揭發了一些高層拿津貼 也都幸好有線電視仔細更進 我們公帑撥了出去 是應該洗在一些應該洗的地方 即是說要去幫助市民 尤其是現在我們講的 在社福利機構的撥款 就是應該幫一些弱勢社群 不是給一些機構拿起 將它儲起來 公帑撥出去給機構 就是要用在市民身上 而不是給它儲起四分之一 然後在那裡再玩財技生息 郭家麒議員 多謝主席 亦都多謝各位團體上來說 我未聽過這麼離譜 那個處長可以當做生意 一筆過撥款之後 那些錢就可以儲起來 剝削前線的員工 賺到夠賺息 然後在董事會的保護和包庇之下 一起分錢 我以為入了哪間商業機構 以為是地產商 只是社福機構 第一 我們這些前線的員工 幾多是被人剝削 連最低跟政府的標準 新級標準都跟不上 有些還要合約 還要連連泡泡清 第二 那些受眾 現在已經成為了那些社福機構的顧客 即是難聽些是賺錢 變成賺錢工具 政府就是利用一筆過撥款 以及成立無數的基金 就一直這樣 將這個扭曲的社福制度 是合理化了它 所有 其實收一毫子 公帑 都應該是將整個高層 所有的錢 是公佈的 03年行政署 港內的一千萬 百分之五十劑 正正 是被這些社福機構找空去捐 如果我做的 很容易 你給我兩億 我外面賺兩億一千萬 你給我五億 我賺五億一千萬 然後就可以 將你所有這些東西 全部 繞過了 然後一起 淨錢 齊齊分 現在我們在說 社福機構 所有都是弱勢社群受載人士來的 第一 怎麼會有錢剩的 為什麼那些錢剩了 不是去給最 最需要服務的人的 第二 怎麼會分紅的 如果政府用這個思維 還得了 不如大家一齊 年年有成幾多 一千億的 不如分了它 做項生意這麼好 一起分下去 其實是好事來的 可 可惜的 現在是做社福的 其實那些受眾 根本不知你是剩多少錢 也不知你的收費 很多事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社福機構 尤其是大型那些 根本呢 就好像做生意這樣去營運 是沒有將 那些受助人 或者前線員工 當是自己的了 不過想盡方法 搞盡腦汁 怎樣去找幾百萬的年薪 甚至更加多 政府可以這麼可恥 繼續跟他們 跟他們 跟他們的高層 去 什麼 去解說 這是什麼政府 來的 第一 一筆各貨款 這個是最傷害整個社福 界的服務 這個是最應該去取消 第二 行政處那裡 我想問一下處長 這些是不合理的 披露的條件 一千萬 或者是百分之五十 這個必須要更改 或者檢討 除非這些社福機構 是不是收公帑的 否則是不應該有個門檻 是讓它走開的 我想要求 主席一定要做的 就是要將這個 不合理的門檻拿走 所有是受政府撥款的資助機構 所有的財政報告 和三個最高層的 一定要所有披露 我要求盡快做 好 給他答 好 處長 郭議員的問題很清楚 即使使用行政處2003年 這個標準 社會福利處可否比它更加 行前一步 主席我解釋過 這個是整個政府 或者整個所有 除了社福界之外 所有在香港受資助的機構的安排 我想議員提這個意見 我們都會帶回去和行政處討論 我剛才說過 其實立法會也開展了這個討論 但是 是否特別去針對社福界的手資助機構 是要更加比起 因為其他的手資助機構 其實都是同樣接受政府的資助 我想這個是一個整體整個社會的安排 但是這方面 我剛才提過 其實已經開展了一個討論 在第二方面 剛才郭議員不斷說 做生意 做生意 這個我想我剛才也不停地去解釋過 是不存在這個問題的 你的眼睛看不到 主席我不想他們浪費時間 我想一件事 我當然明白 不僅是社福機構 其實所有接受公帑的機構 都應該行這件事 我的要求是 你作為社會福利處的處長 是面對社會服務的 你是應該清晰要求行政處 或者政府去作出修改 這個你可不可以在這個會裡承諾 主席 我再一次說 這個是整個所有受資助機構 整個政府的安排 我們不可以單單說 社署我自己不遵守這個指引 但是我承諾 是會去跟行政處繼續討論 即是你會承諾 作為社會福利處的處長 要求 起碼在這個範疇一定要做 是嗎 我不可以說一定要做 我剛才已經解釋過 這個是整個社會的安排 亦都不可以社署 即使我是處長 我不可以說 我們在社福界 我們就不遵從 整個政府的指引 這個必須是我們的大前提 但是我承諾 會是去跟他們繼續討論的 這個立法會 亦都開展了 跟行政處和社署的討論 我已經解釋過 行政處的一些考慮 我剛才也解釋過 也都實際上 我們已經跟行政處 就著這方面有討論 剛才我已經解釋過 所有相關的一些考慮 你們在社會中央 那小時候 我會拿到 我們坐在家 趕中央